各位網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20號,星期六 歡迎大家參加王劍每日觀察直播一的節目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中國故事 中國經濟的真相與謊言 我今天主要是想講一下中國經濟 跟中國故事有關的這種關聯 先講新聞,講個業績 我們從來不報上市公司業績,但是我今天要報一下 有一家公司叫 海螺水泥 目前中國規模最大的 一個水泥企業 它是 中國水泥中的愛馬仕 一年的營收 營收規模超過千億 它主要的銷售地區在華東地區,華東地區大家知道是一個 中國 最繁榮的 工地 所以它在華東地區的地位,顯示它在中國水泥行業的地位 海螺水泥8月22號發布中期業績報告 水泥主營業務 價量提跌 業績慘淡 海螺水泥上半年 主 主營業務收入624億 同比下降8.65% 熟料合計銷售 熟料的產量 和水泥的產量成正比 熟料合計銷售是1.87億噸 同比下降7.6% 熟料是水泥的半成品 大概是一個這樣的 那麼 6月份開始 華東地區開始降雨 海螺在哪裡?海螺水泥在安徽 這個習近平不是剛剛去了安徽嗎 海螺水泥就是安徽 那麼華東地區6月份開始下雨 大家知道一下雨工地就沒辦法做 所以海螺水泥 還有一個叫南方水泥,南方水泥也是一個很大的水泥廠 這些大型的水泥廠 不得不帶頭降價 這是一個,在華東地區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那麼北方沒下雨會不會好一點呢 北方的水泥市場同樣慘淡 有一家公司叫濟東水泥 濟東水泥是 北京、天津、河北,華北地區的龍頭企業 它的營收規模僅次於誰呢?僅次於海螺水泥 上半年濟東水泥的銷售 是4210萬噸 同比下降7.03% 公司的主營收入 140億 它比這個 海螺差很遠,差非常遠 同比下降11.5% 這是 這是兩個,就是基本上在水泥行業最大的兩家企業 這個情況 那麼工信部呢7月底 發佈的數據是什麼呢?上半年 中國的水泥產量10億噸 同比下降4.8% 說明什麼? 說明造假 你想一下 整個上半年,整個水泥行業如果下降只下降了4.8% 那它的龍頭企業海螺水泥會只下降了7.6%嗎? 這怎麼可能 海螺企業是個什麼企業?海螺企業是 我當記者,我參觀過海螺企業,那是個花園廠 像花園一樣的廠 治理非常的好 它的這個 廠區治理非常的好 它基本上是這個行業裡面最厲害的一個企業 那麼海螺跌了多少 產量來說跌了7.6% 那麼季東跌了多少?季東跌的是7.0 7.0 然後營收跌多少? 這個海螺跌了8.65% 季東跌多少?11.5% 如果海螺跌了8.65% 那麼整個行業至少要跌20% 可是工信部發佈的數據是跌多少? 跌4.8% 你想想龍頭企業能夠比整個行業跌的還要多嗎? 它怎麼做龍頭? 大家看到沒有 這就是造假 就是 這個行業的行業的行業能夠比整個行業跌得還要多嗎? 中國的經濟數據 數據造假 造假是一個 是一個普遍的現象,但是我們就要抓住它到底哪裡在造假,所以我們今天要講這個 講這個議題 那麼大家想一下 今年進入4月份5月份,中國經濟開始 叫reopen 就是復蘇,就開始讓它復工復產以來 那麼政府就開始說,我們要開始搞基建 搞新基建 搞新基建 通過基建來拉動經濟 所以政府就開始說,我們要開始搞基建 那麼拉動經濟,搞基建 恢復什麼呢?恢復重點工程 那麼投了多少錢呢 大概是投了2萬億 2萬億給什麼呢?這2萬億給地方政府 因為所有的基建項目都在地方政府手裡 那麼2萬億,其中1萬億是新增的疫情的國債 另外1萬億是給地方專門發的專項債 那麼這2塊加在一起總共是2萬億 2萬億直接給地方政府 讓地方政府給 給下面 下去 這是1塊,另外還有1塊 就是今年新增的專項債 今年新增的專項債,全部都是拿來幹什麼 搞基建 就是保重點項目,然後增加新的投資 這個非常的熱呼,講了很多,債券市場裡面全是地方債 債券市場 今年上半年 主要是在發地方債 發了這麼多的錢 理論上來說 應該對基建投資有很大的幫助 那麼基建,大家知道基建 通常 跟基建有關的是什麼 鋼筋 水泥 因為它涉及到什麼,是叫鐵路 公路 橋樑 我們叫鐵工機,基礎建設 或者城市,城市公共建設 等等 它基本上都是跟什麼有關 鋼鐵 還有水泥 所以鋼鐵水泥是對基建非常敏感的行業 就是一般來說 只要基建一動 鋼鐵水泥馬上就上去 它是最敏感的 但是你看一下 海螺上半年的業績 海螺,濟東,南方水泥,這幾家水泥廠的上半年的業績 是一個這樣的情況,說明什麼 說明基建根本沒上來 沒起來,整個基建行業 仍然是處於什麼呢 收縮的狀態 那如果 如果基建這塊沒有起來 消費這塊也沒有起來 那你想想 中國經濟是什麼情況 中國經濟就還在谷底爬 沒有起來 消費沒起來 基建是什麼,基建就是投資 投資也沒起來,出口就更沒有說 那你三個 經濟的三架馬車都沒起來的話 那基本上你經濟還是處於在谷底爬 其實基本上是 這樣的情況,就是我們可以通過 通過這個龍頭性的企業,你可以看到 和基建有關的東西,你通過基建就能看到 跟投資有關的東西 所以實際上 實際上現在外面,我說的外面主要是媒體上 媒體上講中國經濟恢復得很快 這個論調 就是在幹什麼 編故事,這是一個謊言 那麼中國的對外宣傳有個稱號,叫什麼呢 叫講中國故事 講中國故事就是中國的外宣的一個統稱,講中國故事 就是中國對外宣傳的一個統稱 在經濟領域 講故事的主角是誰,主講是誰 在經濟領域 講故事的主講 是國家統計局 國家統計局是主角 他講中國故事 整個中國故事是由統計局主講 然後呢,圍繞的國家統計局 各個管理部門 就是 人民銀行,紀委,財政部,所有的,就是這些 經濟管理部門 包括商務部,包括這些 都是圍繞的國家統計局 就是整個樂隊,是國家經濟管理部門 然後外圍是什麼 圍著這個樂隊有個外圍,這個外圍就是媒體 加什麼呢 加經濟研究部門,什麼 社科院啊,什麼各個研究所啊 各個大學的經濟研究所都是屬於外圍 就是講故事的外圍,現在我講的是媒體加 這些研究所 研究機構,經濟研究機構 就是外圍 在外圍是什麼 在外圍就是海外媒體 現在海外媒體像什麼路透視啊 彭博士啊 華爾街日報,我講的全是中文版啊,中文版基本上都是變成了中國 講中國故事的外圍 那麼還有什麼呢 還有華爾街,華爾街的這些 投行,大行 他的那些研究員 就是外圍的外圍 大概是這個 那我 今年年初的時候,我看見美國有一個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 在講中共,講撒謊的這件事情上,我覺得他講得非常對 非常的有間諜 他說什麼呢,他說中共撒謊沒壓力 完全沒壓力 為什麼 因為中共的對外發言 它不是根據事實來說話,它是根據什麼呢 它是根據需要來說話 就是我覺得怎麼樣說 對我有力 我就怎麼說 跟事實沒有關係 只要我怎麼對我說有力 我就按照我對我有力的方法模式去講 所以對中共來說,撒謊這件事情完全沒壓力 而且它不是 個別人,個別部門,它是整個系統 都在撒謊 只要上面說,一個中宣部一個調子定下來,口徑我們今天宣傳 講這個 全部都圍繞著這個假 就是它無遺例外 為什麼中共的這個謊言容易成功的原因 容易讓大家相信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什麼 沒有例外 就是 當大家在講這個故事的時候 就是 國家統計局講出一個調子來 然後商務部也跟著講 然後這個人民銀行也跟著講 然後這個人民日報跟著講 然後這個北大經濟研究所也這麼講 社科院的某一個 經濟學家也這麼講 然後跑到哪裡呢?跑到這個 摩根斯坦利的研究員也這麼講 然後那個什麼德國的某一個雜誌社的某一個人也這麼講 這個他的欺騙性就在這裡,就是說 你一個讀者,一個受眾 你會突然在很多的地方碰到同樣的調子 當你發現很多同樣的調子的時候 你就會相信他,因為 因為你沒有聽到有不同的聲音 而且特別是什麼 中共的對外宣傳有一個非常厲害的地方是什麼 他發展很多 很多海外的這些外媒 幫他講話 你想一下,這些外媒,比如紐約時報,紐約時報的中文版 他就把人滲透進去 你想,紐約時報罵中共罵得很厲害的,揭露中共接的很厲害的 可是你沒想到,他的中文版確實在幫中共說話 那是不是很有力量 他也講中共好,你看你華爾街日報也是一樣 華爾街日報理論上 華爾街日報揭露中國的這個經濟情況,其實很專業,他的英文版 可是你沒想到 華爾街日報的中文版在唱好中國,一直在唱好中國 包括BBC,包括特別是什麼 其實演得最差的是誰,是路透社 路透社基本上 直接把新華社扒過來 就這樣 所以他非常有欺騙性 這是一塊,另外一塊 就中國在海外辦很多假洋鬼子的媒體 這些假洋鬼子的媒體 他們都有同樣的欄目,他們的媒體上面都有同樣的欄目 叫看中國 這個看中國其實就是講中國故事 就是用海外媒體佐證一下,用他來佐證一下 這讓這個謊言變得更加可惜 這就是 這就是 整個的所謂的講中國故事的整個的套路 這個套路引用在中國經濟上面 所以中國經濟,你現在看得過去,大家都覺得中國經濟挺好 我舉個例子 舉個什麼例子呢 我昨天 我昨天在法廣 法廣上看了一個標題 我一看標題把我震了,這個標題叫什麼 德國出口商的希望是中國 厲害吧 這是什麼呢?這是德國叫 奧古斯堡匯報,是一個報社的報導 他找誰呢?他找 北京的德國上會的負責人 來講一番話,講一番什麼話呢?他說 這個中國經濟第2季度漲了3.2%,看見沒有 他直接引用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這個數據其實是假的 國家統計局編的故事,所以我講 在這個經濟領域,中國故事的主講人是 國家統計局,因為他所有東西都來自他 他是個依據 他是個依據提供者 他上來就說,中國經濟第2季度漲了3.2% 刺激了德國對中國的出口 中國正在 正在投資基礎設施建設 公路、鐵路、互聯網 上來就先把這個鋪墊一下 鋪墊一下 然後 這個人叫什麼名字?這個人叫希爾德布蘭特 希爾德布蘭特他說中國經濟復蘇有兩個原因 第1個原因,國家投資基礎設施 第2個原因是國家指示 大型國有企業 生產超出需求的產品 並且在必要的時候進行庫存 就是我生產,沒關係,我就生產 當庫存 這種就拉動了什麼呢 拉動了德國企業在 在內的這個供應商的生產 因為他要需求啊 他上游不就給他供貨嗎 他說這個可能在將來帶來問題 但是 目前為消除新冠病毒引發的蕭條 這一招還是管用的 然後 然後面就露餡兒 後面就露餡兒 他說在這個對外貿易商會的調查當中,這個對外貿易商會的 是在中國的調查 德國在華的公司和他的子公司 對中國業務的信心 他說已經上升了 怎麼個上升法呢 3月份 3分之2的企業 預計銷售額下跌20% 然後6月份呢 6月份有多少 6月份呢 超過50% 3分之2,66% 也就是說到了6月份 獎是獎好轉 但其實 還有超過一半的人認為他們的銷售會下跌20% 說明什麼 說明非常糟糕 說明什麼 說明你看 這個中國商會的負責人 其實也是在 幫著一起講中國故事 而且他這個標題非常震撼 這就是一個 一個巨大的謊言 這個巨大的謊言掩蓋了真相 目的只有一個 忽悠大家去 忽悠投資商去中國 就這一件事 所以我們今天的主題講的是什麼 講的是中國經濟的謊言和真相,中國經濟的真相其實是什麼 我現在沒有數據 為什麼國家統計劇全面性的在造假 但是我們可以通過 海螺水泥的業績,我們可以看出來 以及整個行業的情況可以看出來 中國經濟 還在鼓底爬 沒有出來 沒有出來 這是一個 那麼今天我還想講一個什麼呢 講一個這個習近平,習近平8月20號在合肥 主持了一個座談會 這個座談會講的是什麼呢?講的是推進長江 長三角一體化 的一個座談會 這個座談會其實就是把 把長三角 上海 江蘇 浙江 安徽 這四個長三角 拉到一起來 然後再把這個何立峰啊,劉鶴 包括韓正啊,一起來開一個會,他老大 就把這些人 抓來,開一個座談會 那麼 然後就講 其實這裡面全是他的馬仔,什麼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啊 浙江省委書記車駿啊等等,都是他的馬仔 何立峰啊 長江一體化的這個,長三角一體化的 副組長何立峰啊等等 組長是誰 組長是韓正 然後呢,這個就開一個這樣的座談會 這個座談會呢 習近平就講了很長一段話 很長一段話呢 基本上就不值得一讀,我就不跟大家說了 那麼我最近梳理了一下 梳理了一下,包括你看哈,包括之前 包括之前的這個 海南 大家記得嗎 海南搞自貿港 海南搞自貿港動靜很大 動靜大到什麼地步呢?動靜大到要封港 今年要封港 把整個 把整個海南島封起來 變成一個 大的這個 免稅自貿港 要搞很大的動作 這是習近平批的 去年習近平批什麼?全國的那個自貿區,建自貿區也是習近平批的 然後呢,前一陣子8月11號搞了個什麼呢?8月11號搞了個節約糧食 節約糧食 就是制止餐飲浪費行為 大家有沒有看見 你看,觀察一下習近平過去一兩年吧 兩年不說一年,一年之內 習近平做的這些動作都是什麼動作 都是不解決問題的動作 包括這個,包括這個一體化,長三角一體化這種事情 長三角一體化 區域,前兩年搞什麼大灣區,就是 香港、澳門、廣東省,搞大灣區 搞大灣區建設等等 區域經濟呢 這兩年很火,很喜歡搞,搞各種區域經濟 搞區域經濟能不能搞,能搞 但是區域經濟能解決問題,解決不了問題 為什麼 在中國 區域經濟 我舉個例子,最鮮活的例子是什麼 珠三角 珠三角是一個完全沒有政府推動 就形成的一個這樣的區域經濟 珠三角這個區域經濟是最自然形成的 它為什麼會自然形成,就因為 製造業 最早出現在哪裡 珠三角 然後珠三角的貿易中心在哪裡 在廣州 所以 圍繞著廣州 攀於南海順德這幾個製造業的 大的一個基地 他們形成了一個內部的循環 他們內部循環就吸引了很多企業,很多貿易企業,製造業都往那邊跑 它形成了一個內部的循環,就是經濟循環,我們叫要素流動 它就非常高效 不用推動,它就已經形成了 這就是區域經濟 那麼區域經濟有沒有辦法,有沒有問題,有問題 在中國區域經濟的力量 比誰大 區域經濟的力量沒有政府的力量大 政府呢就 條條快快 攝卡 所以 越往北 區域經濟越不發達 越往南,區域經濟越發達,為什麼 因為南方人比較講實際 你比如說像廣東 珠三角為什麼迅速形成 區域經濟 這條路不通 要運貨過去,運不過去 兩個鎮長往中間一坐,開個會 就把這個路弄通,就弄通了 就願意弄,因為這倆鎮長,他都有場子在這兩個鎮裡頭 他們就把它搞通了 即下就搞通了 但是到北方不行,北方這個事情就複雜化了 要上去 鎮要到區,區要到縣,縣要到市 市 上不上省就不好,就不用說了,市跟市要溝通 然後再下來 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兩個鎮之間 不一定搞得定 所以這件事情,區域經濟這個呢 在不同的地區,它有不同的呈現 不同的呈現 但是區域經濟這件事情,好搞在哪裡呢?就政府很樂意搞這件事情 習近平就很樂意搞這個東西,為什麼 他又沒有實際的檢驗的成效 你沒辦法檢驗 我們區域經濟,講一個搞一個 大灣區 哎呀,這個大灣區 一出來 出來了沒有 出來了 搞個會議不就出來了嗎 但是實際上有沒有用處 一點用,一毛錢用處都沒有,為什麼 你有海關在那裡,怎麼會有區域經濟呢 香港有海關 澳門有海關 都有海關 有海關 你怎麼去建立區域經濟呢?建立不起來 要素流動不起來 所以你建一個那麼大的橋,有用嗎?你看上面跑幾輛車 沒有用 所以原因就在這裡,就是說 你會發現 政府的力量 比經濟的力量在中國 越往北 政府的力量越大,經濟力量越小 越往南,經濟力量越大 政府力量呢 他也大,但是他會妥協 所以你推動區域經濟,你要看不同的地方的情況 這是第1個,第2個 你自己拍腦袋,他之間沒有產業的關聯 你把它捏在一起去,有用嗎? 沒有用,因為大家老死,還是老死不向往來 為什麼珠三角會形成 會形成這個區域經濟 很簡單 他在攀魚座的鞋子 跑到 廣州的批發市場去賣,他不就形成了一個聯繫了嗎 他就形成一個區域經濟了 如果你攀魚的這個鞋子在攀魚賣 自己的廠子在廣州賣 那就沒有形成流通,沒有形成要素的流通,那就不會形成 區域經濟 區域經濟就是 我有東西 跟你合作,我們才會有區域經濟 我跟你沒有合作 我們怎麼會有區域經濟?沒有合作的話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 長三角有沒有這種可能性?有 為什麼 所有東西都跑到上海去賣 那就上海就 變成大家的關聯度就很高了 但是 但是所有東西跟上海賣 那浙江跟江蘇沒有關係呀 他們直接沒往來的話,他還是形成不了 你必須互相大家都會跑來跑去才行 所以 但是政府很願意幹這件事情,幹這種區域經濟的事情 你看習近平他做的這些事情 沒有一件事情是解決問題的 都是花價值 什麼 海南 搞封島 解決問題嗎?不解決問題 海南搞得起來嗎 搞不起來,為什麼 海南搞自貿區 有個最重要的前提,自貿區有個最重要的前提是什麼 你得有產業 免稅,進來免稅,你得有產業,你得有貿易,你得有貿易,你才自貿區才有價值 自貿港 自貿港你現在有貿易 自由貿易才有 對他來說才有價值 你現在 海南有貿易嗎?沒有貿易,為什麼?他沒有產業 他沒有產業,他哪來的貿易,賣什麼,賣什麼東西 他連一個工廠都沒有 他怎麼會有 有貨出去,沒有貨出去,怎麼 怎麼會有貿易 沒有貿易 你搞自貿港 誰來免這個稅呢?沒有意義呀 你說因為我有個自貿港 所以我就 吸引別人跑到我這裡蓋廠子 那你想一下 這就要解決一個最初的問題是什麼 為什麼當初就沒有廠子呢 你說我當初有10個廠子 我建一個自貿區 我這10個廠子變成100個廠子,我還覺得還合理性 你原來一個廠子都沒有 你建個自貿區這裡會變成100個廠子,那是不可能的,為什麼 那你就要問清楚,為什麼當初一個廠子都沒有 當初一個廠子都沒有,說明什麼 說明這裡不適合建廠 就有 不適合建廠的原因了 那如果你不解決不適合建廠的原因,你建個自貿區就適合建廠了嗎 那是不對的 所以這一系列,你看 習近平這一年多來,幹的這些事情 抓糧食,有很多解讀 關於習近平說 狼山講不要浪費糧食這件事情 很多解讀 但是老實講 在我心裡 我就覺得就是一件事 什麼事 沒那麼多背景 沒那麼多背景 什麼意思 根本就是他就張嘴一說 張嘴一說 現在中國的官場是一個這樣的氛圍,什麼氛圍 就是官樣文章 只要是官樣文章 大家都來談 你說,我也說,開會,開大會,你來開大會,我也來開大會 就這樣,你是官樣文章,我也用官樣文章 但是你只要是個人,你的個人愛好 你的個人情緒 特別照顧 什麼意思 我舉兩個例子,習近平做過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什麼 第一件事情是農村蓋廁所,大家記得吧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上海 垃圾分類 垃圾分類 然後就是什麼 然後就是這個 浪費糧食 這三件事情 都跟政策沒關係 都是習近平張嘴一說 其實習近平張嘴一說呢 然後底下人呢,就特別重視,因為他張嘴一說,這不是計劃內的事情 就起哄 先是誰起哄 新華社起哄 人民日報起哄 因為是習近平 自己講的話 然後就開始 底下就各種腰鑼子都出來 大概就是這樣 跟糧食安全有沒有關係,沒什麼關係,沒有一毛錢的關係 沒有那麼多解讀 為什麼,這就是獨裁者的 獨裁者的任性 他就是想著一拍腦門子就講出來了 大概就是一件這樣的事 沒有過多的解讀 我覺得沒有必要去做過多的解讀 他沒有那麼多的戰略思考 沒有那麼多的戰略思考,小學畢業 你說後面有沒有人幫他想好的讓他來 讓他來演呢 那就不是 底下的那些人 不管你多有學問 都是奴才 都是 蹲著牆腳 聽招呼,一聽招呼,馬上跑起來,往我房間裡跑 沒那個什麼,沒招呼你 門外頭 牆跟蹲著 等著吧,等招呼 大概都是一個這樣的,你是什麼博士,什麼柳和,都差不多這水平 都差不多這水平 所以 沒那麼多戰略思考 所以你可以看 為什麼中國現在的情況,美礦遇下的原因是什麼 你看習近平 他關注的問題 他講的問題 都是什麼 都不是中國現在最緊迫 最要緊,最要命的事情 最要命是什麼 最要命是企業破產 產業問題 中小企業的問題,失業問題 沒有管過,他都不管 誰管 好像李克強在管,李克強也沒管,為什麼 李克強只是說話 李克強是在說話 不斷的出文件 不斷的開會,在講這件事情,李克強手上沒有 沒有主要的宏觀經濟管理權權,不在李克強手裡 如果不在你手裡 你只是在那喊,有什麼用 沒有用,李克強也沒管 誰在管,誰都沒管 現在中國的情況就是一個這樣的情況,就是 你看這是一個這麼大的國家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他像一個無人駕駛的 汽車一樣 無人駕駛 最重要的問題,沒人在管,沒處理,沒人在處理 他就在喉嚨嚨嚨嚨嚨 除了喇叭不響 什麼都在想,嘻嚨嚨嚨嚨嚨往前跑 無人駕駛 大概就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就是你可以 看這個 看這個長三角一體化,長三角一體化,如果你不解決什麼 你不解決官本位的問題,你怎麼成立體化,你說什麼 一體化不來 那都是騙人的 講故事 講中國故事 大概就是這樣 大概就是這樣,我覺得中國經濟的情況 第一個 還在谷底 爬著呢 然後中國經濟最嚴重的問題 核心問題 就是 中小企業的破產 和失業問題,其實目前應該最重要是這個問題 但是這些最關鍵的問題 李克強 作為總理 他有責任去做 他現在在做一些事情 關於失業啊,他在做一些事情 但他沒有宏觀經濟管理權限,宏觀經濟管理權限在誰那裡 在劉鶴那裡 劉鶴是 手上握著主要的權力,在劉鶴手裡 但是劉鶴啥都不懂,沒管,劉鶴是一個 說他學者,他也不行 他學術也不行 說他官員,他從來沒管過實務 所以他完全不懂 所以劉鶴手上握著很多權力 整個金融系統在手裡 但是他沒有 剩下就是何立鋒,何立鋒也不懂 就是 在習近平手中,就是一個是何立鋒管著發改委 然後就是劉鶴 這兩個人都不行 所以中國經濟沒人解決問題 現在就是這樣的情況 好吧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就講那麼多 我就沒有講太多的數據,我也沒有講太多的理論,我們就直接從現象 來展開講 我希望就是我們定期會分析分析 目前的形勢是這樣 但是我就不想講 太到具體行業的東西,我就不會講太多 好吧 那我們下面就進入互動,進入互動之前例行公事 請大家點贊 請新來的網友訂閱 請大家加入我們的會員,支持我們做更好的節目 那麼另外一方面呢,我也跟大家說一嘴,就是Patreon Patreon 我們在Patreon的平台上,我回頭會發公告 我們現在只是因為 我們現在只是因為那邊已經設置好了 但是呢,運行還需要檢驗 那麼我們在我們的這個頻道的主頁的右上方已經有三個鏈接 一個是我的 臉書Facebook的鏈接 一個是Twitter的鏈接 還有一個就是Patreon的鏈接 如果真心想去看的 你就到我們的頻道首頁 點那個右上方的Patreon的那個 那個Logo,就直接能夠到我們的頻道,大家可以去看一眼 好吧 然後呢,我們這段時間,我們會 慢慢的把那邊的東西收拾整齊 現在還沒有 還沒完全到位,現在還在,有些地方還在摸索當中 這裡面提醒兩點,第一點呢就是 Patreon那邊呢,沒有廣告,這是第一個,第二個 可以評論 那邊是可以評論,因為它是封閉的,所以我們開放,我不怕五毛,五毛去不了 應該去不了 這第二點,第三點 對於一些網 對於一些國內的網友來說呢,有一點便利就是他的 他的 他的支付會比較便利一點 那邊對國內的一些,國內一些網友呢就是 經常留言說 哎呀,這個支付很麻煩,在這個YouTube上面,這個各種 各種過不去 Patreon那邊就會比較方便 就是三點 有一點不好 什麼不好,Patreon有個缺點,重大缺點 全英文平台 所以有些網友會麻煩一點 就我在這裡跟大家交代一下 交代一下 那我們下面就進入互動,進入互動呢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有網友加入我們的Patreon,本來我是想 慢慢搞,慢慢收拾 但現在已經網友加入了,所以我們現在呢 兩個平台同時進行,Patreon那邊也能看直播 Patreon上面也會有 評論,也會有留言,也會有滾動的這個聊天室 我們會兩邊同時的聊天室都會 都會出來,所以請大家留意 然後呢就是進入互動環節,請大家不要聊天,三個 評況,問題,觀點 OK 那現在就是 鳴謝一下 謝謝 謝謝 請王老師喝台灣的黑糖珍奶 OK謝謝 謝謝 觀點,王老師說 Patreon全英文很麻煩,其實不是,不麻煩 留言評論全部是中文的,你發什麼語言就是什麼語言 OK OK,Patreon英文叫Patreon Patreon 提問,王老師,基建和房產以及相關行業產生的GDP 與高科技產生的GDP 這種GDP有沒有好壞質量之分?沒有 GDP就是GDP 掏大份的GDP跟做芯片的GDP沒有區別 沒有區別,沒有好壞之分 只要它發生了 就有需求 有需求 才會產生供應 有供應有需求,那就產生GDP,這就很正常 就是沒有 沒有好壞之分 我一點都不覺得 你做芯片的人不用吃飯,一樣要吃飯,你一定要去餐廳 餐廳的那個二廚 和餐廳的那個砧板在那切菜 他做的事情和你做芯片的事情 本質上是沒有區別,都是勞動 情況,王先生好,我是6月份在你直播時留言的那個北京 普高高中生,當時你還給我考託福加油 現在考到114分 來還願了,謝謝你,有可能去新宜的美國大學 恭喜你 加油,繼續加油 情況,上海自18年房產新增以來跌了兩年多 現在又開始漲 期間北京漲了很多 上海沒怎麼漲,目前上海的房價 相比兩個多月前,普漲10%以上,一手房因為限價和二手房價格倒掛嚴重 一些新盤認酬率達到600%以上 網友答 上海的房產應該是全國最扛跌的 全國的經濟垮了,估計還輪不到上海 資金都往上海跑,尤其是其他地區 樓市在跌的時候 房地產市場 出現了一個一輪小小的上漲的 熱潮 這是第1個,原因是什麼 原因我覺得可能最大的可能性是跟什麼有關 跟兩件事情有關 第1件事情 跟上半年中央銀行放水,人民銀行放水有關 人民銀行大水漫灌 錢往實體跑 人民銀行一直在講,我們在精準滴灌 精準滴灌 如果人民銀行精準滴灌是真的 那要市場經濟幹什麼 你想一下 宏觀經濟管理講的是什麼 既然講是宏觀經濟管理嘛 就一定不能夠精準滴灌嘛 如果精準滴灌能管用,那要宏觀經濟管理幹什麼 你全部精準滴灌不就行了嗎 就像以色列的農業一樣 把這個 把這個 滴灌系統建好 那就 文產高產 低成本 對不對 為什麼沒有建成呢 整個西方經濟都沒有精準滴灌這回事 那麼中國人民銀行就精準滴灌就成了 肯定不成嘛,那是騙人的嘛 易剛從去年開始 一直講這些事情講到現在,講政治 我以前一直認為易剛是一個 專家型的官員 但是其實也不能免訴 精準滴灌就是個騙局 沒有精準滴灌這回事 如果有精準滴灌這回事,易剛直接去拿 諾貝爾經濟獎 所以這件事情是騙人的 那麼精準滴灌不靈,結果是什麼 錢還是往最有回報的地方跑嗎 那往哪跑 一個往股市跑,一個往房地產跑 還有什麼別的 你說中國的經濟 玩出新的花樣嗎?沒有玩出新的花樣,還是老套路啊 只不過現在呢 這頭捏死了,房地產是捏在手裡,一直使勁捏住,但是沒辦法 錢還往上面跑,還在往股大包 這是一頭,另外一頭 股市政府是很想 很想刪起來的 他也 國家隊也往裡面衝 但是問題是股市實在坑的人太多了 坑得太慘了,所以 其實 現在的股民自稱韭菜 為什麼韭菜 一查一查的割,割了這麼多年 還在當韭菜 就股市這個東西 起來了是起來了兩下,但是我覺得 割的實在太慘了 所以 我覺得還是中國股民還是不大信 經濟這麼慘 你說股市能到天上去 你得有人信才行 所以你可以看 不僅僅上海在漲 除了北京 除了北京都在漲 深圳也在漲 廣州 廣州沒怎麼留意,北上廣深 北上廣深,北京是反人的 北京為什麼反人的,北京的市場跟北上廣深,其他三個城市完全不一樣的原因是因為 習近平要把北京建成他的皇城 所以他使勁在驅趕那些低端人口 拆各種他看著不順眼的房子,所以北京這個城市 人口是在下降 人口在下降,房子的價格漲到哪裡去就不好說了 所以北京的房價是,在北上廣深一線城市當中 他的不確定性是最高的,這是第1個,第2個 廣州也好,深圳也好,上海也好,上海現在人口 好像是沒漲 但至少沒跌 北京是在跌的 廣州跟深圳是在漲 所以你可以看 北上廣深四個城市 漲幅最大的應該是深圳 深圳 深圳好像是奉旨草樓 那種感覺 提問,我很納悶,為什麼華爾街的投行和媒體要和中共 一起說謊喝唱 這難道不會讓自己的客戶深陷金融風險嗎?是因為華爾街的人認為 自己神通廣大可以火中取栗 還是他們根本和中共合謀把這些客戶當韭菜哥 兩個都有 第一,我認為華爾街的人認為自己神通廣大 可以審火中取栗,因為他們的確很厲害 他們的確水平高 這是沒有疑問的 就是水平最高的人就在華爾街 這個沒有疑問,這是第1條,第2條 他們把自己的客戶當韭菜哥 沒錯 他們一直就這麼幹 華爾街一直就把自己的客戶當韭菜哥 而且不僅隔,使勁隔,隔完一輪又一輪 沒有停過 提問,中國經濟比較看不懂 上海的汽車製造業 業績居然比東北汽車製造業盈利要好 按照我們外行人來看,東北的土地便宜,人工便宜,但是業績不行 東北工業卻衰弱了 這裡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當然有其他原因 上海汽車製造業比東北好,這太正常了 一個企業不僅僅看成本 他看效率 效率更重要 效率和盈利能力更重要,所以你設計出來那款車 根本沒法看 你車再便宜也沒用 你成本再低也沒有用 你關鍵是賣不出去啊 核心的問題在這裡啊 有很多原因 整個東北的工業已經衰落了 然後很多條件都發生變化了 一句話兩句話講不完,但是毫無疑問 上海的汽車製造業比東北 汽車製造業的盈利好 這太容易理解了 情況 我在國內IT行業,中國這幾年開始部署信息化的 自主可控 大約8年前,政府採購中就開始對國外產品 進行不發文 方式的打壓 通過政府採購的評審專家開會宣傳政策 在項目評審中實際上排除四科 EMC等國際品牌 到後來政府部署安全可靠 簡稱安可 後來又改稱信息創新 簡稱信創 花2萬塊錢買價值3000塊錢 基本全部國產化芯片操作系統的電腦 還要忍受不堪的性能 就是 做這件事情的代價是慘重的 但是 怎麼說呢 還是那句話吧 幹起正事來千瘡百孔 就千瘡百孔 就這水平 就這水平 情況在台灣的紅色媒體也天天洗腦台灣人 台灣的經濟發展一定要依靠中國沒有中國市場台灣經濟就不行 真相是中國非常依賴台灣生產的關鍵零部件 沒有台灣提供的關鍵零部件中國經濟就會受到重大傷害 台灣的媒體剩下的不多了 台灣沒有被中共收買的媒體 不多了 很少 而且 它是行業性的收買 行業性的收買 報紙 全買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台灣的媒體非常紅 從報紙電台電視台到自媒體 我跟你講台灣的那個自媒體 左的一塌糊塗 就是 紅的一塌糊塗 而且都是那種很火的媒體 所以說明什麼 說明這個洗腦成效非常的明顯 他洗完了以後 他只接受 這些 粉紅媒體的 信息 所以他就形成這種 這種所謂的共,就是他們的粉紅共情 情況,王老師昨天說的26%芯片自舉率到了國內的新聞就成了30%左右 一下子就提高了4% 比大基金還厲害,不如直接說50%好了 那就是 26%他說30%左右還不錯 他還就只拔高了4% 他沒說60%左右,你說是不是 觀點,說了70年的謊話,再加上中華文化的糟粕,染鋼的禁染 世界上有哪個政黨和主政的能和CCP在宣傳領域相比呢 謊言一萬遍 就會被相信 但永遠不是真理 非常正確 觀點,說垃圾分類,結果是垃圾桶換了好幾遍 賣垃圾桶的全發財了 結果還是一垃圾車運走 神一樣的操作,就是你分類,分完類了以後 然後那個垃圾桶 這個垃圾桶,那個垃圾桶全倒在一塊去了,垃圾分類吧,基本上就是這個下場 觀點,在牆內收你錢管理你的時候,有無數的相關部門 你維權出問題找地方解決,那麼相關部門就是傳說中的了 情況,我老家湖南農村 豬肉45一斤,很多留守老人都吃不起 這就是現在的情況,現在情況,我在推特上面看見 有人在留言說這個那個,其實有一點 現在的中國農村已經是,不是原來的那個自給自足的農村的了 現在中國農村的生活成本也非常的高 原來一些在城裡打工的這些農民工 我不行我就回農村 現在他回不去了 他必須去城裡打工 把錢掙回來 家裡有老 家裡有老人,有小孩 如果他掙不回來錢,老人小孩就沒辦法生活,因為生活成本一點都不便宜 你看湖南農村 豬肉45塊錢一斤 大家知道湖南農村是什麼嗎 中國的大部分的豬肉來自 湖南、江西、湖北 這些 這些地區 豬肉都是來自這些地方 他這裡的豬肉45塊錢一斤,什麼情況 情況,公安部發文要堅決制止餐飲浪費,恐嚇民眾 修建、公廁、垃圾分類都是行動出來的 現在是節約糧食,事實上公廁、垃圾分類 節約都是好事,問題是這是國家最高領導要提的嗎?不是李克強的活 還是那句話 幹正事 這是正事 應該節約糧食嗎?當然應該節約糧食 但是節約糧食應該誰來節約 政府節約糧食 跟老百姓有什麼關係?他自己掏錢他會不節約嗎 你想他都是 中國有6億人口,一個月收入只有1000塊錢 他能浪費嗎?你說他怎麼浪費 浪費怎麼個浪費法 真正節約糧食的應該是誰?官員啊 官員要節約糧食 這個故事應該在誰那發生 這故事應該在政府裡面發生 不是來要求老百姓的 老百姓他有點錢,他願意浪費你管得著嗎?又沒花你的錢 所以這個東西 誰是公共,誰是私欲 這就是私欲,老百姓花錢是私欲 政府你管不著 只要我的錢來得正當,你管得著嗎? 所以這個問題不是,垃圾分類可以嗎?可以做 所以這都是什麼 就是正事 但是呢,中共幹起正事來 千瘡百孔 一塌糊塗 搞連對象都沒搞動 觀點,海南自貿港鐵定是成功不了的事 海南消費市場有限,商品運輸過去後消費不了 必須裝船運出去 但是一轉運,成本就上去了,還不如從境外直接運到消費市場 海南,你說幹成啥事?你說說幹成啥事?除了 就算旅遊業 也天天載客 哪年不出兩個載客的新聞,你說旅遊他都管不好 他搞別的 我就想 我就不相信 他搞別的能成,旅遊業 對海南來說 旅遊業得天獨厚 除了海南,還有別的海南島這麼大一個 地方,你還有別的地方有這麼大的一個旅遊的 場景嗎?沒有 但是他搞好了嗎?沒搞好 觀點,王老師講的區域經濟,政府協調很重要,需要需求也很重要 我們江蘇的,這邊交警經常來山東的大貨車 有次我晚上凌晨2點開車回來,他們還在查 這不是區域經濟 這不是區域經濟 區域經濟跟這沒關係,那別是路過 區域經濟跟這沒關係,警察交警攔車是什麼 就是掙錢嘛 政府,這就是警權過大嘛,政府的權利沒有約束嘛 沒有媒體去曝光他們嘛 就這個問題 情況,我老家晚北縣城 有一個鎮有自己的產業,結果就是縣領導三天兩頭去視察 最後黃了 別吃黃 觀點,未來五年中國待遇最好的工作是公務員 比如南京給公務員直接發4萬元消費津貼 所以這兩年考公的,考公務員的人數暴增 但是慢慢的,在外匯枯竭和經濟蕭條的情況下 公務員的日子也慢慢的變差 但是他們變差的時間是最晚的 提問,中國大量購入美國石油 川普意在 救美國油企,私下談判不讓中國從伊朗購買石油 這麼解讀,對嗎 救油企 這個我們不討論 因為 反正石油市場那麼多供應商 你說哪個油企 給他救呢 這個我們不討論 那麼 理論上來說,美國要是制裁伊朗,中國是不能從伊朗買石油的 為什麼?誰買石油,我就制裁誰 他不制裁你中國,他就制裁那個買石油的國企 不是一樣嗎 所以我不覺得 這個時候中國還會跑到伊朗去買石油 那麼如果你把這兩個切掉 那就是中國大量購買美國石油 這樣解讀對吧?對 情況,德國默克爾政府越來越左轉 您剛說的信息一點也不讓人吃驚 而且人人反感老川 德國的華人李紅粉也滿眼盡視,所以談政治不敢 跟德國人那兒說,喜歡老川會被挨打 跟老中那兒說,老共也會被擺眼 在王老師這裡可以暢所欲言 謝謝這個平台,OK好吧 提問,王老師怎麼看待許章潤出不來的事情?這種情況正常 真的沒辦法出來嗎? 網友,中共會把許章潤先生當人質,一如當年拿王丹魏京生 換最後國待遇 不是出不來的問題,他不讓你出來 不讓你出來的原因是什麼? 害怕那支筆 害怕許章潤先生的那支筆 害怕許章潤先生講真話 他們最害怕的就是這個 觀點,原定的計劃中,習就準備在21年武力犯牌 只是這幾年川普的經濟戰直接把中共打懵了 本來他們還在等著 美國不管不問 然後直接生米煮成熟飯 只是他們沒想到,這些美國內閣太聰明 直接打他的經濟七寸 和擴張野心,導致中共元氣大傷 而且中國已經開始大蕭條,雖然天天媒體還在大躍進放衛星 但是現在大陸經濟真的不行了 上海大學畢業生實習工資2800 房租都交不起 商業界都是整條街的倒閉 免轉讓費都轉不出去 經濟差 經濟差已經不是新聞了 經濟差不是新聞 什麼是新聞 經濟怎麼差才是新聞 差到什麼地步才是新聞 你看那個戴德良行他的那個公報,現在就報告,現在都已經不出了 不出整體情況了 為什麼 不敢講了 什麼商鋪空置率啊,血字落空置率都不敢講了 因為他也會 注意自己的商譽啊,他不能亂講啊 但是他真的往外講 那衝擊太大,所以直接就不出了 你看得到嗎?我現在看不到了他們的報告 所以你看看這個寫字樓的控制率,一個是寫字樓控制率,還有一個 商鋪的控制率,你看看什麼情況 北上廣深這四個城市 商鋪的控制率你去查一下 那數據嚇死你 非常可怕 所以中國經濟 說中國經濟恢復得很好 騙鬼 觀點,過去東北支援全國,滿洲時期建立的完善的工業、農業,全部被收歸國有 煤炭石油送往全國 東北今天的問題其實是國企效率低下,體質僵化 貪腐橫行的問題,東北生活環境的惡化 又是經濟惡化所帶來的負面效果 所以歸根結底是中共造的惡,非常正確 但核心問題是什麼 東北為什麼會衰落、衰敗 東北衰敗是一系列的 一系列進程的結果 東北的衰敗其實是從改革開放開始 改革開放 首先東北的國企 東北的國企就面臨一系列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國企沒辦法跟民企跟外資企業競爭 他沒辦法競爭 沒辦法競爭就不就衰敗了嗎 所以整體,你想東北是重化工業 全是重化工業 重化工業全身大型國企 大型國企在改革開放市場經濟條件下,根本轉不過來 所以他是整個經濟塌陷了 他是整個經濟結構塌陷了 他就一直就沒起來過 從改革開放到現在,東北經濟就從來沒起來過 就是改革開放 整體國企轉不過來 沒起來 然後呢,到了慢慢的政府開始有錢了 扶持一些壟斷性的國企的時候,他也沒趕上趟,因為他根本沒起來 而且 他全是重化工業,沒辦法壟斷 有一些個別企業活得還行 但整體還是不行 所以 東北就是整體塌陷起來,整個就沒起來 他的問題 當然,經濟越不好 大家都去當官 當官就使勁地吃企業 加上那種 風氣 那當然 都跑 都跑了 人又跑了,企業又跑了 資源又跑了 那你又沒人,人財物都沒有,你經濟怎麼起的,起不來了 就是這個 觀點,上海的房子早在16年就下行了,一直在陰爹 很多中介垮台 掛牌價基本上不降15個點很難出手 我朋友在上海店家賣房,他一直說房地產很慘淡 買賣和租房市場都是 租房的年輕人也少了很多 很多往年熱鬧的公寓和合租房都在降租金也租不晚了 其實深圳也一樣 賣的熱鬧的都是供應量極少的一手房和學區房 大部分二手房現在根本不好出手,尤其是715 新政出台之後,沒有幾個人有資格的 被打得死死的 非常正確 大家聽一下 提問,王老師一直說,美國不管選舉結果如何,對中國的立場不會改變 但是所有國會通過的法案 都只是授權給政府,總統或者是行政部門,都不是強制性的法案 所以對華政策其實還是要看總統 美國民意還是以內政經濟為重點,外交排在後面 請問王老師怎麼看?我蠻擔心民主黨如果上台,對華政策 會恢復以前的狀態 擔心是可以的,繼續擔心也沒問題 但是 我也不能夠代表民進黨來發言,說解決大家的擔憂,解決不了,為什麼 因為我的一個判斷只是一個判斷 我不能夠解決大家的焦慮 這個沒辦法 但是我有兩點大家可以考慮,第一點就是美國的民主政治的體制 民主政治的體制其實 這個國家的運行 依靠 根本的指引是什麼 這個國家的運行,根本指引就是民意 就是說民意 是引領政府 國會整個國家機器運轉的一個 標桿 就是說政府要看民意 國會要看民意,整個社會運行都是根據民意來進行,否則叫民主 怎麼叫民主 老百姓做主 人民做主 這是第1個 所以 我們要看民意是什麼,美國的社會民意是什麼,這是第1條 第2條 美國是個全世界最重視安全的國家 那麼現在對美國來說,它最大的威脅來自哪裡 你把這兩個問題看清楚 那不管誰上台,他都要看這兩樣東西 因為美國總統要保護美國 保護美國的利益 所以他 應該採取什麼戰略 這不是很明顯的嗎 那你說美國有一個總統上來既不看民意,也不管美國的安全 那是美國總統啊 我沒看過 雖然美國總統會犯很多錯誤 但是他的方向應該不會錯的 所以我只能說這個 其他的我就沒辦法說,因為我不能代表拜登,我也不能代表川普 提問,請問王先生,統計局持續造假 除了數據無法參考和判斷以外,還有什麼巨大的危害 國家統計局為什麼不擔心上市公司披露的財務數據會揭穿他們的謊言 還有那些上市公司龍頭企業 大央企國企和統計局聯合造假數據的可能性有多大 大央企 你看他在哪上市 那麼 大央企都是在海外上市 國企在國內上市的不多 這是第1個 第2個,上市公司造假有沒有造假的問題?有 但是上市公司造假的問題,我覺得可信度還是比較高的,因為 他造假除非他有明確的意圖 那比如說我想把股價拉起來 等等這些意圖 那麼通常這種意圖都是什麼 都是一些小民企 小老闆,他們在那幹的這種 這種小伎倆 你像海螺水泥這種級別的企業,我覺得他造假的 他沒有造假的動力 所以他說他 下跌,那就下跌 所以我相信他 你要理解,每個在市場當中,每一個主體 他們都是趨力的 都是誠實的 這誠實是什麼?就是市場經濟的前提 就是 大家都根據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去行事 就對了,然後你有一個什麼呢?有一個規則 那麼有規則 所有的市場參與者 都是盡量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所以他的行為都是理性的,這是市場經濟的前提 那麼當然中國就不是市場經濟 所以他很多謊言 國家統計局會持續造假 但是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他造假,他又要有動力,沒有動力我不相信他會造假 提問,王先生你好,您說過中共沒有路線之爭,但隨著習的極權救國越走越難 擁護鄧路線黨內的人反對,是不是讓路線之爭浮出水面呢? 不過我覺得不管是哪條路線 最終都會讓共產黨走到十字路口,因為只有開放民主的環境 才能讓國家經濟真正活躍 我沒有看到他有路線之爭 我沒有看到 你說有人講我贊成鄧小平的路線 習近平也沒有出來講過我不要鄧小平路線,雖然他放棄了鄧小平的路線 所以你說要浮出水面有點難 就是你要看得出來真的有點難,為什麼 中國輿論疑慮啊 輿論疑慮就是 中宣部一個號令,所有的媒體都講同樣的話 那你怎麼看得出來他們在路線之爭呢 所以你看不出來 所以 我是看不出來 情況中國大陸的官員特供真讓你無法想像,我父親就是機關內的 以前上學的時候我還不懂 經常去我爸那機關食堂吃飯 裡面的機關裡面吃飯是不要錢的 大廚聽說都是五星級挖來 裡面的飯菜琳瑯滿目 還有領導專用包間,各種有機食材和原料包括油都是特供 非轉基因油 其實房子也是分配,現在回想起來真的很不公平很不合理 中央機關 中國的中央,北京的中央機關有自己的蔬菜基地 有自己的養豬場 所以有不有機不管,先說這個自己的 蔬菜基地,你想一下這什麼情況 就比你的特供 弱爆了 直接自己養,直接種菜 直接自己種 機關裡的食堂,我們就不討論了 比你想像的還要 還要好一點 觀點 習李之間的關係可能和以往不太一樣的地方 網絡上關於讚揚李克強 視察災區的消息被冷處理 我昨天點評了關於李克強的一篇微博 今天就被炸號 已經被炸兩個號,另外老師對年底取消事業編制有什麼看法 大家讚揚李克強,老實講 也有一點就是實在太討厭習近平 才去讚揚李克強 李克強 也不怎麼樣,老實講 李克強這個事情辦的也不怎麼樣 所以也沒必要 高看李克強多少,李克強也是 辦很多 蠢事 這是一個,另外一個,年底取消事業編 年底取消事業編,應該是財政覆蓋不了 是這個根本的問題 財政覆蓋不了 而且不是,應該是什麼,應該是 財政永久性的負擔不了 所以要取消事業編 應該是這個方向 但是我不知道他怎麼操作,現在還不清楚是怎麼操作 一刀切我覺得風險太大 要了解一下 情況,最近韓國房價暴漲 是不是如王老師的節目說的 很多人開始資金轉移韓國移民了呢 我不知道 韓國移民很多嗎 我倒是沒有聽說移民韓國的很多 情況,我有朋友在南沙那邊工作 最近他告訴我,南沙區長 給他公司壓力,要求他們的老闆回國全力發展AI 一年內超過黃埔,並且要成為南沙的支柱,不然就 斷投資資金 目前他老闆寧願不要補貼,也不肯回國 鳴謝 謝謝 謝謝,非常感謝 謝謝,老師好,同學好 大家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謝謝 不知道中國經濟的假象破裂後會是什麼 什麼情景 挨民生之多金 好的 非常感謝大家,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參與 明天再見,再見之前請大家點贊 請新來的網友訂閱 請大家加入我們的會員,支持我們做更好的節目,做更好的自己 謝謝大家 謝謝